你好 欢迎收看3月11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华联市新兴路景观改善及新辟工程支线连接中兴路段 渴望在3月底前开放通行 目前正在施作人行倒专的收尾填商还有夯压的作业 而市长魏嘉賢和行政院东福中心的副执行长郭一一 在11号上午特别前往现场会刊工程进度 期盼可以顺利的在预定时间之内开放通车 市长魏嘉賢11号上午和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郭一一 花联市民代表会共同勘查了工程进度 由内政部营建署北工处东工署来说明 花联市新兴路景观改善及新闭工程的施工情形 市长感谢内政部营建署、花联县政府、花联市民代表会 还有花联高工及陆军二支部的协调合作 确保新兴路的施工品质并提升了道路的安全便利 我们能够希望这一段路完成之后 能够方便到美轮跟到后火车站的一个生活圈的链接的部分 那未来这是支线的部分 那主线的部分未来还是在陆陆续续施工当中 那大家民众有一些在说 为什么当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延迟的问题 那主要是0206地震发生过后 有一些水土保持的问题 那厂商在施工过程里面有发现有一些水土上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来办理相关的帐範的部分 所以现在移律跟改善的计划方面都已经做了相关的改善了 那也开始在逐步的来做完成的部分 那也希望这条路完成之后 我们也跟交通队来做相关的会刊 能够保障所有民众的一个安全之外 那也未来行得方便也能够繁荣我们花莲市美轮地区跟所有的地方 我想这个要特别谢谢我们花莲市卫市长 还有我们全体的市民代表 包括我们我们的那个 主书美术主席 还有林郑委员副主席 还有全体的我们市民代表 因为他们非常关心这条路的完工日期 那因为这个花莲市民期待很久了 这个一条连结美轮地区跟花莲市区的重要道路 那么今天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成果 我想除了道路的整序 还有两边景观的一些维护跟这些继续美化 我想也是后续的工作 那我们行政院东部服务处呢 也会持续来与花莲市工所来合作 花莲市新兴路景观改善及新辟工程 施工项目包括了道路、大地、排水、交通、照明、植栽景观、 揽线管路还有交通维持计划等 路段的主线长996公尺 支线段长489公尺 全线都开阔为25公尺宽 双向四车道及人行道 其中支线段是连接新兴路和台九线间的新辟道路 相信全线通车之后 可以为当地民众带来更加便捷的行车路线 戒旅会幻视报道 帮助您的支持者 在这一条期间的新达里面 一条期间的新达